不說不知,CEDD 六角蜂巢 六角龜殼 六角岩柱 咦? 為何大自然有這麼多六角形? 不止這些,其實我的眼睛都是由六角形組成的 是呀,為甚麼? 讓我考考你 你猜有哪三種正多邊形可以密舖平面? 答案是正方形、六角形和三角形 由於六角形比較接近圓形,受力比較均勻 可以組成比較穩固的結構 難怪有人說它是大自然的完美圖案 完美就是我,我就是完美 香港的六角岩柱是怎樣形成? 在一億四千萬年前,香港有座超級火山爆發 火山頂部崩塌形成破火山口 火山灰冷卻收縮,形成六角形的列文 長年風化後,就形成六角岩柱了 哦,原來是這樣 為甚麼你會知道香港有超級火山? 是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地質師告訴我 他們做香港地質調查的時候 根據地質特徵推算這座火山的存在 厲害 不說不知,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土力工程署 在1982年成立的香港地質調查組 到現在40年了 除了研究地質和繪製地質圖之外 地質師還會協助工程師處理有關斜坡、 岩洞和隧道地質的問題 他們在香港城市規劃、基建發展中 發揮著重要的角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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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父母